因為實際上上太空是一件大事 但是上太空這件大事 很明顯你會看到原來在我們大氣層的某個區域 是真的有一些透明的 太空站讓我們可以上太空的 所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 創世紀第十一章第四節說這段經文 創世紀第十一章是 其實說當時的人在士拿停下來之後 就在那裡嘗試建一個塔 這個塔是可以通天的 那時候我們解釋過 這個經文原文是說 不是通到天接觸到大氣層 是說真的可以去到不同的星球 所以第四節他們說 內白我們要建造一座城或一座塔 塔頂通天 這個原文是說它能夠去到天上 為了傳讓我們的明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第五節又說江林要看看西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又說 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 如今既作起這時來以後 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得了 所以你看到再神捍衛他們能夠上天這個事實 是真的可以的 原因是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度落天使教他們去做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他們會知道在地球上 哪一個地點去做一些東西 其實到了某個高度的話 他們是可以接觸到某一些 可以說靈界的東西的 所以你看到很有趣的 全世界都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所有這些我們稱為古文物的地方 他們很多時候進入他們特別的這些房間 裡面的房間是有特別的力量的 有些人進入會覺得好像被催眠的力量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的思想會快了 但是所有實驗證明 就是這些古文物 只要移開了兩至三英里 不是放在那個位置 就已經沒有那個力量 金字塔也是一樣的 金字塔只要移開了兩三英里的位置 已經不是那種級數的力量了 那些種子放進去 你會看到現在金字塔 在Geesa這個金字塔 總之放進去之後 他們所種出來的植物 是那種的速度 它收成的倍數 是完全跟普通的 根本是完全不同級數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做同樣的級字塔 你把它放進去都不會有同樣的級數力量 原來我們所說的地球 是有些地點 有些位置 就像百慕達三度洲一樣 他們本身的地域 是有某種很神秘的力量在裡面的 當然我們知道原來在我們的大氣層 在某些位置 甚至有七這個秘密 這個Vector 這樣的坦站在上面 是不是 所以這裡解釋了為什麼 他們仍然有17次的阿波羅任務 是最主要 第一 他們要向他們的假神交代 第二 就是說他們事實上要錢 權力 和掩飾他們任務的一些理由 而第四個問題 一不問 就是在看上次的影片的時候 就問 這麼多UFO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意思是哪些是 撒彈的 哪些是屬於天使的 其實如果你問起我 即是你說用夜視鏡 所看到的UFO 究竟哪隻打哪隻呢 如果你問起我 我就 不能夠百分之百肯定 現在我所告訴你 就是猜的 OK 同隔壁說 他是猜的 他猜的 是的 我估計 你能夠用夜視鏡 看到的UFO 不要怕 多數是屬殺彈 OK 這是我猜的 可能我下星期回來 就覺得不是 這不奇怪的 只不過現時 我這幾個月的研究 和我過去這麼多年 對UFO的研究 暫時我所看 就是你能夠用夜視鏡 所看到的 UFO 就不是屬殺的 原因是 因為神在預知的情況下 其實它是會讓 天使的UFO 再有另一個級數的力量 而事實上我們能夠用夜視鏡 看到的UFO 都典型證明一件事 就是所有這些UFO 是屬於第二重天 現在我講第二重天 第二重天 記得第二重天是屬於 哪種靈界 是撒旦的靈界 是嗎 第三重天 就算我們用夜視 什麼視 蛇視 老鼠視 你都不可能會看到 你只可以 所以你看到 在神的預知預定當中 我估計 就是我們用夜視鏡 能夠看到的 多數 絕對都不是全部的 就算是多數 是 不是屬於我們那邊的 這些讓大家知道 另外第五點 值得一提 有人問到 這個太空上面 會不會有其他東西 我們還不知道 其實是有好些資料 你要理解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美國所講的 星戰計劃其實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以來 其實人類都沒有辦法 將核武器 或者很多重型武器 射上太空 因為這些UFO 是一直將它打下來的 接下來我們所看到的影片 就是我們看到 美國空軍 他們自己 在原子能委員會裡面 一些人 所說出來的事實 看到這段影片 是由一個 諾斯迪瑞克 深上教在美國 的原子能委員會 的一個人出來說 一個上教出來說 其實 第一 有UFO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並且軍事上 UFO 一直限制著全世界 在太空科技上的演進 其他群體 在室會 發生了 一個條件 是受到超級地球的人 而這已經被證明了 根本不要說人類能否離開地球大氣層 根本連我們的武器都不能離開地球大氣層 而事實上另外約翰 他是國防部情報的軍事安全部退休的軍事情報分析員 他自己也是透露了這些資料 他們想要一種武器系統可以放入空間 那套軍事實的力道 這就是個計劃 如果那套軍事實的力氣進來 還不可以同樣的事 事實上關於這些人 有好她也要離世 但是很多都出來透露 第一是UFO是真的 第二是美國與UFO所打的關係是有的 而它的關係是很恐怖 看著一些公佈的文件已經說 美國已經由羅斯福總統簽訂 容許這些Rava-Im 拐了人們在人體上做實驗 只不過他們一定要在軍事上、武器上 透露資料給他們 而不容許UFO跟其他國家簽訂同樣盟約 當UFO願意的話 他們就讓自己拐了自己國家的人 羅斯福總統已經是這樣 所以你能夠想像 為何要隱瞞這件事 因為如果川普說 總統都要坐電椅 明白嗎? 幾多人都能拐拐 幾多人都能拐拐 只要他們把軍事秘密告訴他們 但怎樣值得一提呢? 就是關於輻射方面 關於太空人不能上太空 其中是因為輻射 這一點是值得更加清楚認識的 因為其中我提到上次帶出 關於我們的電話也不能防輻射 不要說什麼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物料 我們電話是用塑膠做的 很容易放到任何物料去做的 但我們的電話這些交易都不能防輻射 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不能逃避 而實際上 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最近的新聞已經告訴你 美國講大話說得很離譜 為什麼呢? 你已經知道40年前 絕對是不能防輻射的 40多年前的太空人 因為最近就在我們大氣層上面的人造衛星 都已經開始失效 因為這輻射太強了 我們的大氣層不是說去到這個範外輪 輻射大 是說我們大氣層上面的人造衛星 都已經一顆顆 已經完全 那些IC電腦 要直成 換過了 換過了一批 特別在現時 說的是2009年的科技 才能防輻射 不是說40年前 因為40年前絕對不可能 在大氣層裡面 我不是說離開了我們500英里以外的太空 那根本就不可能 現在說的是死物都不能夠生存 不要說生的人去 所以你會看到 很明顯 這個謊話就很... 你看到越近代 你會看到它越爆出來 事實上很簡單 你會看到 就算以現代來說 醫學算是用最高科技 因為醫學賺很多錢 你只是想想去看牙醫 照消息X光 都鋪了一塊圓片 現在是上太空的40多年之後 難道你在用半個世紀前的科技嗎 你也是在用圓片 去隔 照X光 即牙的X光片 你也是用圓 去遮蓋在這個身上